还啦,又要到了啦,变成路上很多车 然后我连续几次,我出门都发现有一些连环状 这些连环状很明显,是安全距离不够才会发生的问题 亲爱的各位观众,本集没有什么深奥的汽车知识啊 只是跟你分享一个我个人一路来的驾车方式 这个方式可以说又安全又舒服 也就是一个秘诀啊,跟前面的车保持一个安全距离 这个秘诀是启发于Mercedes 最早开发出来的自动跟车 那个可计叫做Distronic Plus 这个Distronic Plus 也就是我们今天所俗称的自动跟车 它可以跟前面的车保持一个两秒钟的距离 也就是说前面的车过来一个路灯柱,两秒钟之后 你才到那个路灯柱,这样子就很安全哦 你走越慢,这个两秒钟的距离呢 就越靠近,你塞车的时候两秒钟 因为你车速慢嘛 就很快到前面那辆车的位置哦 如果你跑越快的,好像你跑highway啊,跑百亿啊 前面那辆车过来那个路灯柱 如果你要等到两秒钟你才过来路灯柱 你的距离就会比较长 简单来说就是这个公式可以套用在任何的车速 这个就比较灵活啦,dynamic啦 不会像那些传统的思维啊 讲什么要跟前面的车三辆车的距离 跑快的时候要六辆车的距离 这个三辆车六辆车咧,我们的眼睛很难去 阿嘎,很难去估计到底是跟前面的车几辆车的距离 然后我个人是比Mercedes Deistronic Plus 还要走速的 我跟前面的车我是习惯性保持三秒的距离啦 所以你会发现到叻,如果你坐我的车我载你的话啊 你会发现到很舒服的 我很少会需要紧急刹车啊 很少会需要突然间加速啊,变成那个车很定 因为有些人呢,他们驾车很喜欢跟前面的车跟到静一静 前面的车突然间减速,他们也突然间减速 然后整辆车就坐到很不舒服啊,突然间减速就这样子吧 但是你如果跟前面的车有一个很长的一个安全距离的话呢 前面的车减速啊,你还有时间慢慢踩一点brak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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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你的乘客就不会感觉到很慌张很慌忙这样 你的乘客也不会像前这样子chock一下 你的乘客就会觉得你坐你的车很舒服咯 我算是在我朋友圈啊,在我亲戚圈里面啊,在熟人圈里面啊 我驾车是公认的非常舒服的,很多人讲啊 一上了我的车就很想睡觉 我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习惯啊,驾驶习惯啊 因为我个人啊,我小时候经常运车的 所以我知道一个烂的驾车啊,是会让乘客受苦的 因此我从学会驾车到现在,我一直要训练我自己 做一个很好的驾驶 就算是驾手牙车咧,有时候我会变态到啊 驾手牙车是吗,我起不用二号牙起的 因为一号牙太充了嘛,我用二号牙起 好快 Basket,慢慢smooth,smooth这样子啊 是这个讲的有点远,然后出到大路了,我现在就 表现给你看 什么叫三秒钟距离 你看啊 OK,前面那 它过了那个路灯柱 一秒、两秒、三秒我才过这个路灯柱 你看啊 它过了,你看啊前面那个黄色的牌啊 过了那黄色的牌,1秒,2秒,3秒,我才到这个黄色的牌 你跑越快你就发现到你跟前面那车的3秒钟距离是很远的 所以你看这样子驾车叻,你的车就很Smooth啊 不用突然间加速减速,加速减速,那种加速减速,就是这种感觉很不好 就很像你看YouTube在网线不好的环境下哦 你看几秒停一下,看几秒停一下,What the hell 你不如等它跑远点,那个buffer中跑远点之后,你才一次过开始play 现在你们可能没有经过那个时代啦,以前我的时代呢 download的速度啊,差不多有100kbps啊,我们就觉得很快哦 听清楚,100kbps也不是1MB,那个download speed 我是在那个年代的,所以有时候你看一些YouTube的高清的video的时候 它是跑比较慢的,所以我就喜欢等它跑完了之后我才能play 这样就可以很流畅的去看那个YouTube 不用看几秒等一下,看几秒等一下 你如果跟前面的车跟到太近了,你就有这个问题了 你跟到很近吗,它算间brake你又brake,然后它踩油你又踩油 哎哟,你看啊,像这种缓慢的车速也可以用这一招的 我让这个X50超越我这 X50又跑掉了,不用紧我跟前面那种lory我跟给你看 过了牌1,2,3,我才过这个黄色的牌 这个就是3秒钟的跟车距离咯,你就很轻松 然后在你累的时候,你也记得你就专注啦 跟前面的车保持一个3秒钟的距离,你心里一直默念 1,2,3,1,2,3,你就可以专注于开车咯 尤其是当你疲倦的时候,注意力有一点缺失的时候咧 就提醒你自己一下,然后你这样子的习惯做一段时间咧 你就会自动啊,人是这样的,人如果一直重复同一种人路位 你就会习惯,你习惯了之后以后你驾车你就会自动跟前面的车 保持一个3秒钟的距离啊 当你做一个东西做到很多次了之后哦,你的前一次就会 take over 就好像如果你每天出门都要绑鞋带咧 你可能绑了一个整百次之后啊,你可以一边想别的事情 一边绑鞋带,然后你也忘记到你怎样绑啊,就是你的前一次 take over 帮你绑啊,来一次这样的东西 看前面那种楼里过了,黄色的牌 1秒,2秒,3秒,我才到这个黄色的牌 啊,perfect! 不会累,不会stress 塞车才好用啊,塞车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到你不用一直 踩brake,踩油,踩brake,你控制你的油门就可以了 驾车应该要这样的,我们驾车要有一种class 就是我们开车要优雅一点,不要跟前面的车跟这样进 我不是讲你不会驾快,你跑highway啊,跑多少,没有问题的 你不要跟前面的车跟这样进 你跟前面的车跟太进,我会觉得你很没有class 因为你跟前面的车跟这样进哦,你也危险,对方也危险 造成这种不必要的危险,不必要的麻烦 没有一种优雅的那个态度,驾驶态度 你如果在德国咧,你跟前面的车跟靠近啊,就是tailgating啊 跟车会跟很近是吗,你会刺山慢的 德国有那种不限速的高速公路啊,那个autobahn 他们的不限速高速公路你要跑几块不用紧的 你就是不要跟前面的车跟这样进,你跟这样进就会有机会刺山慢 然后最近应该是加急期间吧,解封了,然后 然后还来越压道了啦,变成路上很多车 然后我连续几次啊,我出门啊,都发现到有一些连环状 这些连环状啊,很明显是安全距离不够才会发生的问题了 一看就知道是这样子的东西,因为在塞车的时候这样子嘛 所以咧,保持安全距离,保证你跟我还有他的安全 你看你跟前面有三秒钟的安全距离是吗 发生什么紧急情况的时候你又来着自己反应哦 你最少有两秒钟的时间反应,如果发生那些紧急事故的话啦 所以如果每个人驾车都可以保持这种安全距离的话呢 每个人的brake 皮都会省一点哦 那个brake 皮省一点,然后也比较安全一点 因为你比较多时间可以反应,然后比较多时间可以brake 下来 OK,这个是本集的影片呢,大致上是可以分享一些我驾车的方式 我认为安全的驾车方式啦 本集的影片呢,大致上就是这样子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记得订阅一下我的频道 然后点一个赞,comment啊,share啊,对我都是有帮助的 我们下次见! 进行的 Bic Deixa